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谁啊我给你们看看这个不是我当然了很像是也不是文套少高香吗这个啊这位但是香港伟大的富豪何鸿燊何老爷子对吧何博士何博士大家想到没有人家12岁就长成这个样子了而且呢我再给大家接着看就大家再给我看啊12岁长成这个样子而且人家到20岁呢长得跟12岁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你看这个就 帅哥啊这个帅哥帅的他是说有荷兰血统吧嗯还有英国还有犹太嗯有没有葡萄牙 呃不确定呃他们香港是这样香港有个早期哈有几个大家族里面的血是混的不得了 对而且我在马博士的这个资料站里我意外的还看到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就是算是他的叫什么呢他的这个博主妇吧就是何东这是当年跟这个康有为啊孙中山 甚至于是蒋介石都很有关系的这么一个香港当时的世家吧人物啊大人物啊何东博士还是第一位华人住到山顶上的香港的第一位华人哎哎哎哎那就是等于是这个何鸿燊博士的这个祖上对吧所以这么显赫的一个大家族老婆也很多现在碰到的这个问题啊哎呦传到全球是他的他的家族非常大哈名人非常多嘛何东是一个嗯还有何 何事理事还有何甘堂啊有一个何甘堂啊你刚说他什么老婆多什么哈他有一个伯父就叫做何甘堂啊何甘堂啊甘美的甘啊啊啊海棠的糖哈哈他的老婆有几个嘛不能说老婆啦讨回来的小老婆是公开承认的小老婆你猜有几个三十个啊啊他记得嘛他记得谁跟谁嘛啊我看有个名单的哈 随身带着啊他这么说何老爷子已经算是勤俭节约了啊根本是不还还还没及格的了啊当初哈因为何鸿燊是本来家里有钱的嘛后来他十来岁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他父亲破产了嗯做生意被骗了哈家道中落 然后他就被人家歧视嘛哈他自己说了很多呃相关的故事像其中一个他说以前有钱的时候啊他去找他合家其中一个亲戚是做牙科的牙科医生的嗯补牙从来不谈钱的嗯 你从来不跟他收钱后来家道中落之后他去补牙人家一看他来就第一句话就说你来干嘛你没钱补什么牙啊把所有牙打掉算了是这样他回家就跟妈妈哭哭着就发愤读书了 那说回后来呢他就出来工作就是跟第一个工作就是跟着那个和甘堂啊刚说有三十个老婆的伯父啊然后就是那个伯父给他这个建议的说小兄弟啊人不风流网少年也网有钱啊你要发了才记住我这句话老婆娶得越多越好啊可是他还是不及格嘛只有四个啊而且只有四个就已经打到这样所以我看你们香港香港记者其实我应该好好 跟他们学学语文我觉得报道特别好是吧何鸿燊最近叫周游猎坊哈哈哈哈对啊一方大方二方三方之间纵横拜和哎这个潘威尔我想首先问问你啊作为这个一个香港女性啊你对长期以来啊这么伟大的一位何鸿燊博士但是他事实上是在港澳社会非常公开的嗯嗯这种一夫四妻的这种生活嗯你是怎么看的呢这个有一点点历史的原因因为呢香港 香港一直在原用清朝的大清律例那清朝这个法律呢是允许一夫多妻的嗯直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七十年代中期才正式废除了这个大清律例所以呢何博士他他的那些比如说他有一些他是正式结婚的当时也没有正式结婚的嗯那后来呢呃其实大家已经确认了他这几房人呢就是嗯 嗯因为他没有别的都是很固定的这些这几方大家好像也有点习以为常的那个感觉而且本来他们这一家人呢一直以来四方人嗯给大家的印象好像也相处比较融洽直到这一次增产案出来之后大家哎就觉得哎还是逃不脱这个豪门恩怨这么一个那是圈圈那是啊这么多的钱呢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 为什么好像当然了其实关起门来的家里是哈咱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对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内幕但是你这个人有名吗你这么了不起那相对的这个就得让大家聊啊大家就消费你这个新闻所以没有办法这是公开出来的你会觉得好像一会这样一会这样一会这样一会跑到这个四太太家里把四太家里过了一会儿四太太跑出来跟记者说了说老爷子说了啊这钱怎么怎么给怎么怎么给他们 对对对对打断你一下四太太没从来没说过这这这这话是吗四太太每一次都是很很简单就是说有什么事情问何先生他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何老爷子写写了一个声明对四太太出来念的不是不是是他自己念的有一些细节我再讲一下哎对对对这个这个你需要跟我讲这个事情呢引起香港新闻界很大的兴趣不是说我们八卦什么什么八卦有人说我们很八卦嗯 那这个我们往后再说了对对对对问题是他这个新闻本身他有他的新闻性为什么因为他牵扯到一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香港的心目中就是公共的利益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对对对还有股民的利益股民的利益那你这么这么庞大的一个独业王国你这样子闹分产的话会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的运作究竟是怎么样 所以很多人就引出这些公司管制的问题但是先说他这个增产案的来龙去脉当初我们记者也蒙了头一当天他用公司的名义发出一个公告就是说已经其实这样子说较早之前他已经有公司的公告因为是上市公司有任何的股权的变动都要香港的联交所都要对外发布的对那一开始就是说他将这个公司的 大概七个percent的股权就转给四太太大家已经在猜测是不是他要把这个王国转交给四太太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主持这个业务的平常是二太太的女儿叫做Pensy何超穷何超穷这名都好听对他是女是一个女强人何超穷是个女强人然后呢这个娱乐圈的那个是什么是何超仪 然后呢过了大家讨论一段时间突然之间过了几个月爆出一个新闻就说公司再发出了一个新的股权变动的一个决定就决定了把这个股权呢大部分转给了二房房和三房这两家人原来最先得到股权的四太太变成最小的股东了然后大家就新闻界就觉得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以后是还是三房和二房还是他们是大股东最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第二天当天下午他发了这个公告之后第二天有一份英文报章就引述了他的何鸿燊的律师就说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人在抢夺他的财产他用了英文robbery抢劫打劫的意思那全程就 爆炸了那当天早上我们的记者就打电话找到他的律师他律师说对何博士很生气说这个是有人打劫 可是然后到了下午他又又说不是了他又改了那一连几天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这个跟着演戏似的翻来覆去为什么呢 到现在其实我们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了那个法律的程序在香港的一个案子无论是多大的新闻进入了法律的程序的话 新闻界我们都很自律就不能去胡乱去揣测但是呢我们先不要揣测他究竟怎么回事 他在他最后前两天他终于透过律师就确认了向法院确认他说我还是要告我的二房和三房就是分给最多的这两房就让他们把那股权全部都交出来说我要重新再分配 那这二三房就不愿意了说那你四房原先拿的那个要不然也拿出来分配现在吵来吵去这个家庭是我们就没有再怎么去去跟他因为他已经上了法庭 我至今为止我听的各种版本当中说的最清楚的就是谭卫尔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女人说这个清楚 这个事啊其实都有这个暴章比喻成能影响港澳稳定的家族交接说他叫何鸿燊嘛香港人就这个同音嘛管这事啊就叫分身嘎分身家分身家 说你看何鸿燊从白手起家到正下巨额家产从妻妾成群到家人反目成仇 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90年的传奇人生先请何老爷子自己说说对对他这个出来说过话对这事咱们看一段 大家好 我都很好 我的确为了这次的功夫 好 搞到我自己也不开心啊 我自己也不开心啊 家人也不开心啊 因为呢 我这十年来 我很疼我家人 咱们就看到这个何老爷子身体状况大家也很担心 可是这段片我觉得不能独立来看啊 谭卫尔一定知道拍完这段片之后过了一两天 他的律师要公布了其他的片段 我们看到其他新的片段里面和老爷子是非常精神的 不是说这样讲话慢吞吞的 他就解说当初这一段片是被强迫来读的 而且你有看到他眼睛看着前面吗 是提词器嘛 跟我们写全部不一样嘛 没错 完全是纸有人写了台词 有没有看到刚才一个镜头 有一句话他读不太出来 他旁边是他女儿还帮他读 三太太的女儿 那个是三太太的女儿 对 几乎你看 为什么那个女儿可以这样读 可以帮他呢 因为女儿也看着那个提示的纸 所以他说后来他的律师发布那段片是说 有两个讯息 第一个是说前面那一段可以不算 因为那是在压力下面被强迫说的 第二个录像 我们第二个讯息是看到何先生非常精神 头脑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会想给这些媒体的传媒吗 为什么不 因为我想让这件事很大 我必须恭喜你 在这几几天 你能够弄出这件事很大 他说恭喜他 他在两天可以弄得这么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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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显示在我的策略 哈哈哈哈 Pensin this is in my heart She follows me everything I must to read word by word 那个坦白讲 他律师发布的那个录像 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 我觉得哎呀真的佩服啊 老了好像九十岁是 还是八十九 还是非常的幽默 还会跟律师开玩笑 我就说你这次很幸运啊 你红啊 我可以把事情搞这么大 对你有好处 很懂得这种幽默 然后英文很好 头脑讲得很 头脑很清楚 所以说我们要这样把不同的片同时看 才比较公道 应该说你何宫生这个人 是很有人格魅力的算是 为什么我们新闻界觉得这个新闻很震惊 虽然他们现在都是家庭之间的纠纷 有人我们中国人说嘛 清关南省家务市 究竟家庭是我们新闻界去追这个新闻 是八卦还是为什么 当然说他是一个名人 有新闻价值 但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 把它看作一个是公司管制的问题 一个上市公司的管制的问题 你家族内部的纠纷 要不要影响公司的那个管制 这一点也是香港媒体和外国媒体 追这个新闻的外国媒体 在报道的侧重点上 有一点点不一样 外国记者很多就是侧重在这个 公司管制的问题 这么一个上市公司 香港媒体其实我们也有 但是也有更多的笔目 加上一些八卦杂志 就写了很多几方人怎么样 那就联系你刚才文他念了一段 就是说分身加什么影响到 港澳的重要性 这个也不是开玩笑 是吗 因为澳门打起来港澳部分 没有 因为澳门的赌业 对政府的税收的贡献是最大的 没错 每年的赌业的税收 是占了澳门政府的 最主要的经济的来源 虽然说现在中央政府就说 澳门你不能只是靠赌业 还要多元化去发展 但毕竟这个是他最重要的 一个政府税收的来源 对 相信大家也很多都相信 澳门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希望 这个是闹的 因为家族都是闹的 整一个赌业王国 各有他的观点 你说中央政府澳门政府 会这样看 当然 可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那很不一样 因为何鸿燊 对我们在香港出生成长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的传奇人物 他的每一个 他的生命历程 都跟香港历史一起扣着来发展 对 香港跟澳门的关系等等 而且何先生一直以来 是香港很多事情的意见领袖 楼德华到底有没有娶老婆 记者去问何先生 他一定能出讲出很好玩的事情 我记得他说 他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是有几个的问题 是吧 他说 取就取啊 那怕什么 光明正大 什么 很豪爽的语言的 像谭永林到底有几个老婆 也记者 也突然跑去问何鸿燊 很多事情就去问他了 而且在我们这老百姓看来 这都是幸福的烦恼 幸福的烦恼 这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像我们那天吃饭讲这个事 有人就说 说是这个什么呢 有句话叫 这个灾祸是说出来的 是吧 应了咱们这 然后疾病 疾病是吃出来的 烦恼是比出来的 所以我说这种叫幸福的烦恼 你像这样我们离得比较远的 我一想我就假想到我自己身上 咱们也没有这个福气 我想这要是我这四方 那咱们中国人肯定情深义重 一定是平分 这个 现在他也是这个意思啊 只是中间出了很多中间 为什么就平分不下去 对 这说明这个 没有呢 你说这个是烦恼吗 我不晓得了 我对何鸿生是有偏见的 他是我偶像 因为他也是我妈妈的偶像 我记得他一直以来非常有魅力 就算老了年纪大了 也非常有魅力 我还记得 所以女人喜欢他 对有一次他出现在电视面前 我记得我母亲坐在电视荧光幕 屏幕面前 这样流口水了 有这么夸张 他非常 上次他说的是刘德华 春心荡让 因为他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那种成功 那种幽默 他总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很好 坦白讲 就算后来我们刚有提到 他跟那个律师公布的录像 你看 好像他谈笑风生 好像是说一辈子 没有女人跳得出他手心 对不对 本来不管他幕后情况是什么 现在是他跳不出女人的手心 那也没有啊 他还在操纵 但是我是觉得他现在 他还是一个in control 他还是主导整一个案件的 对 他还是有点太上皇的感觉 其实是 每个房啊 照顾孙女啊 这我看说话 还都是基本上把他当成老大 没错 你看你白天被迫来读一些台词 晚上马上讲另外一个话 就像Tammy说的 他完全还在控制 还在它控制其中 而且就说这个就 钱多了呀 你看他就很难分 是不是 你比如说像西方 也不知道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上次不找何老爷子吃的晚饭 对吧 他是针对大陆的富豪 没想到香港的富豪 对啊 你看西方那种甚至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说 孩子可以留100万美元给你就行了 别的都自己奋斗 但是中国人还是很负责的 所以你想男人们私下里就讲啊 像何老爷子这样的人 是有责任心的男人 对吗 不管怎么说了 就是他的确你可以这样子说 问题现在是说我们如果再深层次一点讲 就是他这次这个增产案 较早之前香港另外有一个也是很显赫的家族 就是郭氏家族 咱们给他看看照片 郭氏家族 郭氏家族好像这个当最大的是个老太太 对是吗 咱们可以看看郭氏家族的照片 郭氏三兄弟 郭氏三兄弟也曾经爆出这个增产案 但是老太太老人家一锤定音 因为他们三兄弟老大 本来就是说他是打破了一个惯例 就是说华人的家族的生意 要不要平均都分给后人 他就因为老大他觉得他在思想上 或者说可能有忧郁症什么的 不能够很好的去处理公司的业务 那经过协商 虽然说有些报纸说把他踢出什么什么的 但是就客观上来说 就老太太决定就把他踢出了这个家族 这个信托基金 那大部分的业务留给了后面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就很少 没有再参与这个家族的生意了 但我怎么看香港的八卦周刊说的啊 说是这个是因为大儿子身边有个红颜知己 什么事都听这红颜知己的 然后老太太说就好了 不要管他是不是红颜知己 反正在这个公司管制 上市公司的管制上 他觉得他提出要把你提出公司管理层的原因 就是说你不能够执行你的那个管理的能力 没有很好的发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我觉得